妈,我饭做好了,你们先吃,我先走了啊 哎呦,这饭刚做好,你就要出门啊 你有那么忙吗?不知道,还以为是大老板呢 你这又是上哪啊?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我五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是牌子的妈妈 现在最重要的是,照不好老人,照好孩子 而不是出去,泡头露面,你现在出去上班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妈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你现在怎么学这么自私呢 我自私?我当初在家没工作的时候 你们说我,只会白吃白喝,只会花钱,不会挣钱 我现在能工作了,能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了 你们又说家里没人做家务,没人做饭了 又要会顾家,又要会赚钱 我是女人,我不是女超人,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早晨,每天六点起床,还要送孩子去上学 回来,还要做家务,还要做饭 还要根据你们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做你们喜欢吃的菜 我晚上回来了,我还要给他讲故事,洗澡,哄得睡觉 到后来,你们还是说我是这个家里的寄生虫 只会伸手要钱,这样的日子,我终于过了五年 五年,我过够了 你看看,他这是要反天的 妈,你就少输两句吧,我媳妇她也不容易啊 你啊 哎呀,媳妇,你回来了,快进入锅 尝尝我今天做的饭菜呀,怎么样,走 来,快尝尝 对了,你不是不会做饭吗 不会不是可以学吗,你先吃着,我去把衣服洗了 儿子,你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你哪来的那么多时间,洗衣服做饭呢 不是嘛,我上班怎么了 那家本来就是两个人的家 家不去应该两个人一起去承担 媳妇,今天你跟我说的话呀 我想了很久,是我错了 是我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但是我保证 以后这个家,家务有我一半 温暖有我的一半 责任更有我的一半 从今天开始,你会看到我的改变呢